对 我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弹肌它特别重要的就是空间感 离球有点近 就往回拉手这个速度太慢了 你看 比如说 这就发不上力 你现在就是这样 你得往回引 引回来 弹出去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球门一定要往回拉手 然后进行弹肌 你离球太近 你就发不上力 一定要往回拉 往回拉 往处走 不要离球太近 往处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打的时候这个手腕一定要给它绷紧了 它这个反手弹肌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手背它冲向前侧 你看我给你弹一个 你说指板不好弹吗 你看 手背是完全绷紧的 你现在在发力的时候 因为你有点借不上力 所以你一发力是这样 对 相当于你一晃完之后 这球就不一定击打到哪个位置 它就容易直接晃出去 这个球一击打的不稳 不是球的正后方 它就容易出界了 所以你在打的时候 你这个看 这手上得也得绷紧 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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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绷紧是很重要的 嗯 第三个就是弹肌速度太慢了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球友得拉的问题 你比如正手 你看 反手 问题在哪儿 太过匀速 太过匀速了 咱俩一起做一下 来 好 就是我们一二三这个速度 你看我俩的速度 来 一不用发 来 一二三 对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一二三 它说比我慢很多 慢一拍 就相当于你出拳 你这么慢 你怎么打人家都不疼 嗯 一定要快 快 短拳 寸拳 寸净 你感受一下 来 嗯 你喊一 我俩一起做 好 一二 就一个拍 准备 一 它手比我慢 慢 你都快 走到一半 对 这个反手 这个一瞬间 包括你正手也是 它动作不是取决于大小发力 你比如正手也是 你看 哈 就这一瞬间 这就是爆发力 反手也是哈 就这一瞬间 你现在的速度是这样的 跟 明白了 两种节奏 明白了 这三点 第一往回拉手 往回拉手 所有有空间感 第二手腕绷紧 手腕绷紧 因为绷不紧 球就晃 存在失误 第三 出球之后 这一下动作 一定 就是 帮帮帮帮 这个速度必须得有 不然你拉球也好 你打球也好 你都没有爆发力 它必须有这一瞬间的一个爆发力 不能让它 对 一定要快 来 我们看一下 别抢 别抢 充分的引拍 往后引拍 比刚才好多了 嗯 充分的引拍 再来 对 往后引拍 往回引拍 往后引 有点急了 嗯 有点急 对 它总是球没来了 就开始 对 不要瞄球 不要瞄球 来了 再引拍 再那个嘛 再往之间走 还是说 你得先引拍 先引拍 先回来 先回来 再出去 再出去 对 你不能离球太近 站得太靠前了 嗯 引拍的时候 球还没来呢 就这样 你看啊 橘子屁股够了 球看 引回来 才有空间 引回来 弹出去 引回来 弹出去 回来 弹出去 这才是关键 还没等来呢 手就先出去了 嗯 嗯 往回引 好多了 停一下啊 就还是橘 还是橘屁股 球还没来呢 马上去出手 你就是不自信 总是 总是想抢这个点 去发力 你抢这个点 不还是没有空间了吗 嗯 球蹦到这 它得往后跑 我从我引拍的位置 往前走 它俩能形成合力 你要赶着它 你动作都已经出到这了 你顶多能做到这么大 就这么点的力量 你怎么能产生爆发力 全得收回来 打人才疼 全到这就碰 对 全得收回来 我打人才疼 你到不了就被顶住了呗 对 对不对 你看我收回来 非常重要 对 第二个就是打的时候 嗯 它的发力方向 无论是怎么样 它也是 由下向前上方弹击的 你现在打打 你就变成平的了 因为帅来给你发球 还是有一定高度 它就这么大了 架起来这么大 对 下来 向前上方弹 看 必须得放下来 为什么要放下来 你得制造弧线 对 这样的球就是高低 你都能弹得住 明白 嗯